台湾中部南投县的日月潭风景区 是海内外观光客来到台湾 一定要去的景点之一 海拔将近800公尺高的日月潭 是台湾第二大湖 面积将近8平方公里 由日潭跟月潭集合而成 双潭秋月更是台湾八景之一 湖水中央的拉鲁岛 是当地原住民少祖的祖灵圣地 来到日月潭可以搭船游湖 绕着湖半绕一圈 利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悠闲地欣赏周遭三明水秀的好风光 可以说日月潭在一年世纪 都随时欢迎大家的到来 这趟的游湖 尤其今天日月潭的天气非常好 我看得非常地仔细的 日月潭的风景真的来这里好舒服 很美 就是在这边像度假一样 在这边走路 然后这湖半非常棒的风景 在这边走路 那也吃了非常棒的美食 日月潭海拔不高 但是湖水调节气温 冬天不能夏天不热 空气好水直加 湖半的玄光寺 经常有当地原住民精彩的歌舞表演 大陆的观光客 更把日月潭列为来台的必有景点 日月潭湖水中长出的总统鱼 更是附近餐厅 著名的美味料理 配上附近埔里出产的角白笋 好菜一上桌 可以说是冰煮尽欢 住的好吃的好玩的也挺开心的 我感受到非常的开心 还有就是有贵妇般的感觉 然后吃的好睡的好 好山好水配上人间美食 加上原住民好客的风土人情 是美丽宝岛的人间天堂 但是日月潭风景区 最近这几年 却经常出现法轮功人士 选择在游客最多的景点活动 占用空间破坏景致 有时候还会拉着白布条抗议 让很多游客心里感到十分恐慌 不仅降低的旅游品质 也影响商家做生意 商家他是为了赚钱 那一个很好 风景很美的一个风景区 你在这边整个是阻碍 变成一个闲雾设施了 那对商家来讲 他一定会影响他的生意啊 那对于外来的游客 尤其是大陆通胞 那对他们心里面的压力会很大 他就看到这边就赶快走啊 他谁会留下来买东西 阿龙公他其实在这个日月潭的 日月潭的停车场 还有高雄的打狗领事馆 这两个地方是最多的 那这两个地方其实 大陆客他也很喜欢这两个地方 那其实他们看到的都会觉得说 呃奇怪怎么你们台湾那么自由 然后他们这些就是很 很夸大很不死的东西 然后在这种地方也是摆成这样 然后你们也没有人去阻止 可能那些景点 下次他们就比较没有那么高的意愿会想去 那相对的 你在那边经营的商家 就会受到影响 因为最近这几年大陆观光客数量减少 已经让当地商家生意一落千丈 法轮功还在火上加油 扫大家的游信 带给当地民众相当大的损失 而且日月潭是原住民主灵的宗教圣地 法轮功的行为 恐怕也是对原住民文化 造成一种无形的伤害 值得大家深切的思考跟面对 记者陈文旭 杨静南投报道 不报道 好,好,好